各位学员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冬奥CPA税法基础班的课程 我是葛玉玉 一个靠脸吃饭差点饿死的实力派老师 非常高兴能够有机会带领大家一起来学习CPA税法 那接下来让我们首先进入第一讲关于我们的前沿 在前沿这个部分 我想跟大家交流三个方面的事情 第一个首先跟大家聊一下我们税法这本教材它的内容 基本的内容以及我们整个教材的一个变化 让大家做到一个心中有数 有一个整体的认识 第二个跟大家来做一个税法考试的分析 了解一下我们的考试知己知彼 第三我们如何去学习备考 提供一点点建议供大家参考 那首先进入第一个问题 关于税法教材的内容以及它的变化 我们说税法呢 现在整个教材14章的内容 第一章是我们的税法总论 税法总论呢 就是奠定全书基础的 就是统领全书为全书奠定基础 介绍一些基本的知识 包括税制的要素 18个税种应该具备的一些特点等等 那么在这一章里面 我们今年的主要的变化 其实就一个小的点 明确传播敦税 它属于中央政府的一个固定收入 一个小的点 非常小的一个变化 那么到了第二章增值税法 这是我们的头等大税 对吧 对我们的货物我们的商品 我们的劳务我们的服务来征税的 它的基本特点就是 只有你想不到的 没有我不征的 对吧 征税范围非常广 所以成为了我们国家的第一大税 占比能够达到40%左右 同样也是我们考察的什么 重点 最重要的两个章节之一 第二章的增值税法 后边的企业所的税法 对吧 每年能考到20分左右 这样一个比重 五分之一都是在考它 那么它新增的内容呢 有三个方面 都是很小的点啊 比如说从事再生资源回收的 对吧 一般那是销售期收购的 可再生资源 选择减易计税的方法来计税 那么这个实际上是我们千呼万唤 市场主体呼吁了很久 终于落地的一个政策 对吧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金融机构开具个人 食物黄金交易业务增值税 计征办法的一个实用范围 明确了 第三个呢 就是资源综合利用申请享受 急征急退应该符合的条件 不得发生的一些情形啊 那么我讲了这三个新增啊 很多人会说懵的 对吧 完全是懵的 葛老师你在说什么呀 我不懂 对于很多第一次考CP税法的人来说 听到这个地方一定很懵 因为这个事情对你不重要 它是不是新增的 对你来说整本书都是新增的 对不对 对于那些考过CP税法的老选手来说呢 也不是很重要 为什么 你但凡要是对老的那个教材很熟悉的话 你怎么至于成为一个老选手的 懂我意思吗 所以实际上这个地方的新增也好 调整也罢 我们只是列在表格里边 告诉大家一个变化的情况 你不需要对这个地方已经很熟悉 很清晰 不需要的 虽然我们有一句话说 有人说 哥老师新的东西不是很重要吗 很多老师都在讲 逢心必考啊 逢心必考这句话呢 其实不是严格的啊 不是是一定要考 逢心常考是对的 确确实实新增的知识点容易被考 这是肯定的 要不然我增他干什么 对吧 但是呢 我们新增的知识点会放到具体章节里边 进一步的跟你讲啊 你不需要在这个地方就掌握得那么清晰 懂我意思吗 所以我只是把它列在表里 我完成我的工作 告诉你我做功课了 这是重点 对吧 我做了功课 然后来给你们讲课的 我给你列出来 它变化的一些地方 但不需要你在这个地方 就已经掌握得很清晰 所以我简单的给大家说一下啊 新增了这几个地方 调整了什么呢 比如说小贵纳士人的税收优惠 对吧 比如说一个申报表啊 我们就不展开了 对吧 那当然这里面还有什么呢 还有删除的部分 这是好事 对吧 你得删啊 你删了之后 不就少学一些东西吗 比如说选择减一级税收后 36月之内不能变更的规定啊 比如说不该删但被删掉的增值税 加计抵减政策 对吧 这个政策呢 本来是在2021年年底到期 但是呢 没想到财政部税有总计 又把它延续了 不讲武德 对吧 太快了啊 很快 对吧 以至于教材没反应过来 误删了 对吧 但是删了也就删了嘛 后边你会发现 其实我们的CPA税法教材 不是特别严谨 有很多地方可能都不够及时 那么这也是一个 不该删 但是删掉了 删掉就删掉嘛 对吧 你就不考就完了嘛 对吧 包括后边的什么免底退啊 房地产企业的啊 个别税收 这些我们就不展开了啊 第三章消费税法 消费税针对的是什么呢 是在普遍征收增值税的基础上 我们对什么呢 又选择了一部分商品 拿出来专门征一个消费税 对吧 所以某种程度上 你可以把它理解为 所谓的特别消费税 我们国家在征收增值税的基础上 专门选了15种商品 对吧 有调节目的的啊 各有各的原因 比如说烟酒啊 对身体有害啊 比如说汽车油啊 对空气有污染啊 对吧 还有一些保护环境的等等 或者是奢侈性的 比如说高尔夫球具啊 黄金首饰啊 珠宝玉石啊等等 我都有调节目的的 专门拿出来 征一个消费税 所以它是一个特别的消费税 但是难度并不高啊 那么这一年的这个主要变化 只有一个申报表的调整 啊 这个不是很重要 对吧 我们讲到具体章节 会进一步的展开啊 好 接下来看到 第四章 企业所得税啊 那么这就是我们前面讲的啊 我们国内的第二大税种 然后税法考试的 两个最重要的章节之一 对吧 那么这里边的企业所得税的考察 每年也是20多份 20分出头5分之1还要多啊 这个不得了 那么同样的 它是相对来说 新增内容多一点的 比如说里边有境外投资者 在境内从事混合性投资业务的一些处理 对吧 取得了财政资金的收入时间的确认 支持新冠病毒感染了 肺炎疫情的一些捐赠的税收政策 对吧 还有疫情产生的一些税收优惠啊 对吧 以及企业所得税核定征收 改为查账征收之后的一些资产的税务处理啊 等等 很多内容 还是我前面那句话 你不需要在这个地方了解的那么清楚 我们讲到这个章节的时候 一定会告诉你 这个地方是新增的 很容易成为考点 然后那个时候你好好学习就可以了 对吧 你只是知道这个就 哦 有新增了八个地方 变化算多吗 也不是很多 不是很多 对吧 然后呢 还有调整的 比如说有三个地方 比如说公益性 群众团体的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的相关规定 对吧 比如说小微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 然后呢 删了两个方面 对吧 包括教材过失的一些政策 就把它删掉了 对吧 到期退出的政策删掉了 变化不是很大 虽然已经相对于其他税种算多的了 对吧 然后 第五章 个人所得税法 对你个人征税的 对吧 那么这是我们国内的四大税种之一 次于增值税 次于企业所得税 对吧 那么他的地位呢 跟消费税互有交错 有时候你做小三 有时候他做小三 那么按照我们正常的预期呢 个人所得税这个小三的位置 应该会做的越来越踏实 越来越踏实 随着居民收入的什么增长 他就排第三了 对吧 那么个人所得税呢 跟我们的生活密切相关 所以很多人都特别关心 学好了之后 直接能影响自己的个人生活 对吧 那他新增的一些部分 比如说各地无商户 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一百万的部分 减半征收 再打五折 这个后面我们去讲 然后持有权益性投资的独资合伙企业 一律是用查账征税的方式 这个对很多私募基金的大佬 我们的土豪们 带来了巨大的影响 这个后面讲到的时候 我们得单独去说 也可能成为考点 对吧 调整的 比如说全年一次赢奖金 就是所谓的年终奖 单独继税的这个优惠怎么样呢 延期到2023年底 这个地方教材把它收录进来了 这个地方实际上 对我个人的冲击特别大 为什么呢 就去年一整年啊 在讲课的时候 都有很多的学员都在问我 说哥老师年终奖的 这个税收优惠还有吗 因为财政部的文件 白纸黑字写的清清楚楚 截止日期是到什么 到去年的12月31号 也就是说今年就没了 对吧 就退出了 因为这个政策本身不合理 为什么不合理后面去讲 对吧 所以去年我一直是 言之早早的跟大家讲 这个政策一定到期退出 不可能延续 结果怎么样 就在去年年底 对吧 12月31号 对吧 然后财政部税务总局 啪啪的打我的脸 对吧 然后突然之间就出台了这个政策 真的是不讲武德呀 对吧 但是对很多人来说啊 都很开心 对吧 就是因为这个东西可以用嘛 用年统奖的寄税优惠来 节省自己的什么收购啊 少交税嘛 对吧 但是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好事情 所以这个事出来之后呢 就我不开心 因为我被打脸了 对吧 所以我当时呢 录了一个小视频啊 我说这属于什么呢 这属于惊喜 他妈给惊喜开门 惊喜到家了 对吧 很惊喜啊 但是对我来说带着惊吓啊 但是呢 既然有政策 我们就得讲对吧 所以后面要好好的去跟大家讲这个问题啊 那么你学会了这个东西之后呢 你可以帮自己去节省自己的收入 对吧 要节省自己的税收 然后扩大自己的税后收入 实现收益 对的话 或者自己用不上的帮你的领导啊 帮你的爹妈呀对吧 亲朋好友啊 省点税 对吧 都是好的啊 所以税法是有用的 对吧 一定要学会了之后能用 那么还有一些呢 比如说个人所得税年度汇算的一些基本的情况啊 有一些新的内容调整啊 但也有删除的 这个地方也是不该删啊 就外籍个人有关津贴的一些政策 实际上这个政策怎么样 也延续了 而且很诡异的是 这个政策跟年终奖的那个政策 本来是一个文件 就是2018年的164号文吧 就这个文件里面延续的是 我们今年实际上也是同步去延续的 结果呢 把这个收进来 把这个给忘了 所以你看看我们这个税法的教材不是那么严谨啊 所以啊 税法考试呢 你就是把它当做一个学习知识 然后通过考试拿个证的过程 千万不要把它奉弃 把它奉弱神明 没有 我们的教材里面实际上有很多小问题的啊 好 这是我们看到的关于第五章个人所得税法 那么前边四大税种 我们就讲完了嘛 对吧 增值税 企业所得税 消费税 个人所得税 讲完了 对吧 那么接下来就是一些小税种 对吧 比如说第六章 城市维护建设税 这个税是干嘛的呢 顾名思义 维护城市的 对吧 搞城市建设的 他有他的历史特性 对吧 当年为了搞城市建设 搞了这个税 但实际上现在已经失去他当年的初心了 他不需要这个东西了 而且城市维护建设税的一个特点是 跟着增值税 消费税 干什么 抱大腿 吃软饭来征修的 属于一个臭不要脸的税种 从我们的理解 我们是呼吁这个东西要退出历史舞台的 但人家完成立法了 对吧 那么这个地方是要去考的 然后烟业税法 烟业税法干什么呢 就收购烟业的时候要交的税 比如说干嘛要跟烟业过不去 跟老百姓农民过不去 对吧 种烟业的不是农民吗 对吧 之所以会有这个税 是因为什么呢 是因为从根上来讲 我们在2006年的时候 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我们取消了绵延长达2600年之久的 黄粮国税 叫农业税 对吧 2600年之久的黄粮国税 农业税给取消了 不得了啊 对吧 做了重大的改变 但是在取消农业的时候 我们发现 农业税的时候 我们发现啊 这里边有一个经济作物的烟业 实际上跟普通的农作物不太一样 因为它有经济价值 所以就把这个东西单独拿出来 保留下来 把其他的都取消了 这是它的来历 那么这两个都是小税种 第六章里边的 这两个小税种呢 没有什么变化 那我们就不说了 好 第七章 关税法 进口环节要交的 对吧 你要进海关 你得交税呀 对吧 商品进口环节 交的关税啊 船舶敦税法 什么概念呢 就是船只啊 你像外国那些船只啊 经过我们家港口的时候 他要休息一下 那你要借你的港口休息 用我们家的灯光 用我们家的灯塔 对吧 你是不是得交点过路费呀 对吧 就船舶敦税法 也是小税种 都是涉外的 进口的啊 涉外的 对吧 都放在第七章里边 这是归海关征收的两个税种 那么他的变化呢 就是更正补充 完善了一些个别的表述 原来有一些错误啊 就给更正了 对吧 就我们说的教材里边 是有小错误的 好 第八章 资源税法和环境保护税法 这两个都是对标什么呢 保护资源 合理利用的 资源税法是保护资源的 对吧 石油天然气呀 对吧 煤炭呀 对吧 盐啊 然后之类的资源啊 水资源啊 等等啊 然后环境保护税法 保护环境 治理污染的 也就是我们现在的什么 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 完成双碳目标 要靠他们 当然了 我们现在还没有碳税 将来如果有碳税的话 就可以放在什么 环境保护税底下 去搞一个碳税碳排放 二氧化碳的排放 对吧 那么这个地方 有一个小的新增 就是按照排污系数方法 计算应税污染物排放量的 一些具体的规定 那我们后面讲到 再说 对吧 好 第九章 是针对城镇土地使用税 和耕地占用税 这两个的共同点 城镇土地使用税 顾名思义 就是你使用了什么 城镇土地 所以这个税呢 是你每年 在使用这个土地的时候 都要交税 它相当于一个 持有环节的交税 而耕地占用税不是的 它是什么呢 一次性的 就你占我们家耕地了 交一次税就可以了 这是区别啊 就你占了我们家耕地 对吧 然后去干你不是农业的事 你就得交一次耕地占用税 完了之后呢 你就转变成 比如说城镇土地了 那么每年你在用的时候 每年都要交一下 城镇土地使用税 这都是跟土地相关 对吧 它的主要的变化 就是删除了部分 税收优惠 好事情内容又少了 对吧 你要知道小税种 特别喜欢考什么 考税收优惠 这个大家要注意到 好 这是第九章 接下来第十章 第十章涉及到什么呢 房产税 弃税 土地增值税 跟房地产直接相关 对吧 一个房产税 就是在持有房产这个环节 每年都要交着税 对吧 每年都要交税 这是房产税 当然了社会上有关于房地产税的 一系列错误的声音 对吧 我们房地产税的立法和改革 一直以来都是老百姓关心的 一个焦点问题 但是呢 社会上的杂音很多 误会也很深 阻力也很大 我们后边讲到房产税 再展开 那么契税 就是买卖房产的过程中 交易环节 你得交一笔税 对吧 契税是用来干这个 对吧 然后土地增值税呢 就是你转让房地产的过程中 土地在增值 那么土地的增值的部分 你也得交一笔税啊 它本质上是房地产企业的 一个什么 一个暴利税 对吧 后边还会进一步的去展开 讲到这个事情 但是不管怎样 这三个的特点 针对的都是什么 房地产 对吧 所以把它放在了第十章 一个章节里面 那么它的新增啊 比如说弃税的税收优惠啊 弃税的税收征收管理啊 大家要知道弃税法实施了 这个一定会成为什么 重要的考点 这是肯定的啊 基本上可以确定要考的 对吧 新增完成立法 你要不考不太合适啊 那么企业改制重组 有关土地增值税的政策 以及土地增值税 纳税是贸表集团 你签列的说明 都是小东西 后面去看啊 那么调整了 比如说按4%税率 征收房产市的一些 纳税人的范围 给它扩为了 这相当于是优惠扩为了啊 然后弃税的继税依据 进行了调整 对吧 都有可能成为考点啊 那么删除了部分 税收优惠政策 这也是好事情啊 好 这是我们看到第十章 买车的时候 你要交的税 对吧 然后你去4S店买车 在上盘之前 人家帮你先把这个税 让你去交上 对吧 你要交了税 你才能上盘啊 车辆购置税 通常10%啊 当然新能源给你免掉 鼓励大家去买新能源 对吧 然后呢 车传税法 是什么概念呢 就是你养车的时候 每年都要交的税 对吧 你买车的时候 你交了一次 车辆购置 这个结束了 但你每年都养车吧 你只要养车 就在享受什么 去把车传税再交一下 对吧 那有人说这里边 怎么还有船呢 对吧 有船是因为什么 我开的都是车呀 对吧 有人开船呀 对吧 还有一些人 在暴雨倾城的时候 你要知道 你那个车跟船 有什么区别呀 对吧 那些暴雨倾城的大城市 对不对 喜欢内涝的大城市 车传税法 没有问题啊 然后呢 印花税法 你的凭证 你的证券交易 你要交的那个印花税 政府给你盖个章 印个花 你就觉得 这时候特靠谱 对吧 然后你就想要去交这个税 印花税法 就是符合西方所谓的 拔最多的鹅毛 听最少的鹅交的税种 因为老百姓 对证这个东西 特别迷裂 对吧 你只要给我争一丢丢的税 然后告诉我说 这事你认可了 你背书了 对吧 我觉得特别靠谱 我就愿意交 对吧 所以印花税法 也是一个小税种 但证券交印花税很重要 那么这里边的主要变化 就删除了部分税收优惠 以及教材过时的政策 对吧 都是好事 删得多 对吧 好 接下来第12章 我们前面看完了 所有小税种之后 到12章 一个单独的东西 国际税收15 对吧 这国际税收说白了 就是国与国之间的税收关系了 产生冲突了 怎么去调节了 重复征税了 怎么去解决了 税收协定有什么问题了 对吧 就解决这些事 国家跟国家之间的税收问题 对吧 在12章里面单独去讲 那么这里边新增了一些东西 比如说国际税收里面的 重要概念 长设机构 长设机构 就是你得有个点 在我们这经营 我才能有资格对你征税 那么后边具体去看 然后以及后边的第二个 对外付费的 以及预约定价的一些检疫程序 我们就不展开了 好 接下来13章 税收征管法 就是我们的税收征管的 一些程序性的规定 我们这里边有新增的内容 比如说信用修复 对吧 比如说首尾不罚 以及重大税收违法 失信主体的信息公布管理 等等 都是一些程序性的问题 对吧 当然也有删除的 比如说什么外出经营的 税务登记证的作用管理 都删掉了 那么这一章呢 我们到时候会进一步的去 跟大家去聊 这些相关的管理制度 对吧 到第14章 税务行政法制 就关于行政复义 诉讼相关的事 对吧 税务机关对你做出决定了 你不服 你不服怎么办 我复义 我要诉讼 我要告你 我要跟你打官司 对吧 我要经历什么样的流程 里边有规定 那么这一章 没有什么变化 所以这是我们看到 税法14章的一些主要内容 每一章在干什么 然后跟大家做了一个解释 然后呢 教材的主要变化 就是这些 我相信大家 听完了这些变化之后 那些 今年第一次考CPA税法的新选手 应该对整个CPA税法 有了更为模糊的认识 对吗 因为这些变化 对你来说太模糊了 对吧 我都不知道原来是啥 你怎么告诉我变化呢 对吧 就像我说的 不重要 对吧 包括老选手 对吧 旅考位上的那些老选手 你应该对教材也没那么熟 所以这些事没那么重要 在这个地方不重要 等真正学到具体章节的时候 我们会告诉大家 新增的考点在哪里 对吧 很有可能会考的内容是什么 你要去重点关注就可以了 你在这个部分 只需要对整个这个税法的教材 有一个整体性的认识 然后呢 看到了这些变化 我们梳理之后 得到的一个基本结论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整个的变化幅度 其实并不大 变化的内容 大概不超过20% 对吧 相对于往年有过那些比较大的变化的时候 今年算小的变化 因为2021年啊 我们整个的经济形势决定了 我们的税收政策并不多 就新出的一些完善的税收政策不算多 它不是税制改革的大年 所以这个对考试来说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便利 对吧 没有那么多新增的政策 那么你可以延续着原来的内容 我们是重点的 依然是重点 去把握好重点去学习就好了 好 这是对第一个部分 我们有一个整体认识就可以了 接下来进入第二个部分 税法考试的一个分析 那么关于税法考试的分析呢 我想通过一张表 就是关于2020年 2021年 我们的真题的一个对比分析 让大家来看一下 我们的税法考试有什么样的特点 你有一个整体性的认识 对吧 我们说税法的考试呢 一个基本的特点就是稳中有变 对吧 稳的特点非常明确 最稳的是什么呢 最稳的就是总分 对吧 你看看啊 每年都是考100分 这个非常稳 对吧 特别稳啊 总分非常稳 在总分稳定的情况下 还有一个特别稳定的地方 就是提型特别稳定 一直以来都是四大提型 就是单选多选计算问答综合 对吧 都是四大提型 非常清晰 对吧 客观题单选多选 主观题计算和问答 很清晰 那么在稳中有变 那么变在哪里呢 总分是没变 但是呢 具体到每个模块 每种提型对应的这个分值 以及提量上是略有变化的 你比如说单选题 在20年的时候 我们是24道单选 每道题呢 一分 然后到了21年的时候 实际上增加了两道单选题 对吧 还是一分 但是呢 这样总分就从24分上升到多少 26分 对吧 然后多选题呢 在20年的时候 我们有14道题 每道1.5分 对吧 然后到了21年的时候 从14道题又上升了 两道题到16道题 每道还是1.5分 但这样带来的一个结果是什么 就客观题的分值 从原来的45分就上升到现在的多少 50分了 对吧 就上升到50分 直接占到了半壁江山 这个对于新手来说是个好事情 因为你要知道客观题主要考概念 你只要理解了 能记住了 这些事就可以直接做 就能拿分啊 对吧 所以客观题多一点 有助于大家提升成绩 对于新手来说 有助于提升成绩 这是好事啊 好 那么既然客观题的分值上升了 那么主观题的分值就要往下压缩 对不对 那我们来看一下多选题 来看一下计算问答题 计算问答题呢 四道题20年 那么到了21年 依然是四道题 但是呢 每道题的分值 从原来的6分 变成了5分 你要省出来4分 怎么要把这个空间 给人家省出来嘛 对吧 你毕竟你这个客观题上去了5分嘛 对吧 所以计算问答这个地方省出来了4分 就原来总共24分 那么到了21年变成了20分 那么这样一来的话 剩下一个综合 对吧 综合呢 每年都是两道题 20年的时候 我们是两道题 一个企业所得税 一个增值税 一个16 一个15 加起来31分 那么现在呢 到了21年的时候 还是这两个 一个企业所得税 一个增值税 但是呢 分值调整成16分和14分 加起来是30分 这样就又把那个1分还回去 对吧 凑成我们这个100分 所以这是大家看到 稳中有变的一个整体情况 对吧 总分没有变 对吧 题型没有变 但具体到四大题型的题量 分值上略有变化 变化并不大 那么这个变化呢 我个人觉得其实 21年的分值结构更加合理 对吧 就客观主观 对付二分 完了之后呢 客观题 对吧 然后自己的单选 搞个26道 对吧 然后呢 多选搞个16道 42道题 对吧 完了之后 我们自己在计算问答上 搞个20分 然后你的综合 搞个30分 看起来非常的漂亮 这个分值的分配 非常漂亮 好 接下来分析一下 具体的考试的这些税种 就每个章节 每个税种的考察情况怎么样 实际上也很稳定 大家来看啊 比如说 企业所得税 一直以来都是考察的大户 一直以来都是 你像20年 一道综合题16分 然后加上单选多选之后 最后考了21分 五分之一多 然后到了21年的时候怎么样呢 还是一道综合题16分 然后呢 单选还加了一道 这样一来的话 总分变成了22分 五分之一多 对吧 这是我们考察的比例非常高 然后另外一个考察比例非常高的 就是我们说的第一大税种 增值税 增值税在20年的时候 一道综合题15分 两个单选 一个多选 加起来一共考察了18.5分 但是到了21年的时候 进一步考察提升了 对吧 我们看到了什么呢 一个综合题虽然是14分 减了一分 但是你会发现 单选里边加了 对吧 多选里边加了 然后计算问答里边 居然还考了一点 对吧 这样算下来的话 总共考了大概有22.5分 如果你不把这个 计算问答里边的分值放过去 它依然破20了 对吧 依然能够破20 所以现在我们看到 就是两大税种 增值税企业所得税 各有20分出头的这个比例 两个加起来 就已经40多分了 对吧 这是妥妥的重点 很稳定 那么好 接下来另外两个考察的重点 就是四大税种里边的 另外两个 对吧 消费税 消费税呢 在20年的时候 考察了9.5分 里边有单选 有多选 有什么 有计算问答 然后到了21年的时候 还是有单选 有多选 有计算问答 然后分值上升到10分 10分 就是在10分左右 然后个人所得税呢 个人所得税 大家来看 20年的时候 也是一个单选 多选计算问答 一共考了9.5分左右 对吧 然后到了21年的时候 进一步的提升 三个单选 两个多选 一个计算问答 提升到11分 所以这两个税种啊 消费税 个人所得税 平均都在10分左右的考察上 这就是四大税种的比例 那两个加起来40多分 这两个加起来20来分 这四大税种 就已经60多分了 对吧 这就及格了 各位 当然你要把这四大税种的分 全都拿到是非常难的 确实是非常难 不可能靠这个东西来及格 对吧 那你这个税法里边 只学这四张就完了 对吧 那不太可能 所以这是我们看到的四大税种啊 那么接下来之后啊 还会考察的比较多的 有三块 一个呢是国际税收 国际税收呢 在20年的时候 达到了一个巅峰状态 考了9.5分 有单选 有多选 有计算问答 所以有9.5分 那么到了21年的时候 我们看到有单选 但是没有多选 多选没有考 然后依然有计算问答 所以总分有7分 也不少了 7到9分 这个分值还是可以的 对吧 然后呢 土地增值税 在20年的时候 是会有计算问答的 一旦有计算 分值就低不了 有7分 对吧 但是到了21年的时候 没有在 计算这里边考土增 这是一个小意外 往年土增 是经常被用来考计算的 所以呢 到21年土增下去了 到了2.5分 那么把这个分 放到哪里去考了呢 放到税收征管里面去考 我们看到 在20年的时候 税收征管的分数 大概是5分左右 主要靠客观题来考的 但是到了21年的时候 在主观题里边 考了一下税收征管 就在计算题里边 有问答 对吧 计算问答里边 考了一下税收征管 分值上升到6分 所以看下来 就是国际税收 土增和税收征管 是其他这些里边 相对来说考察比较多的 有个5 6分 7 8分 这个样子 那么剩下的 就都是什么 小的考察了 包括什么税法总统 具体的一些小税种 一般来说 有一两分的情况 甚至还有一些 每年没有办法 完全做到覆盖到位的 对吧 没有做到的 有些可能没有考察 因为你要完全通过 单选多选 把它所有的都覆盖到 也是挺难的一件事 它总是有一些 小的侧重点的 对吧 你比如说在20年的时候 你像耕地占用税 耕地占用税 没有考 对吧 但是到了21年的时候 怎么样呢 我就狠狠的考了 2.5分 一道单选 一道多选 报复性的考察 打你一个措手不及 出其不一啊 对吧 一个相对冷门的点 看你掌握的熟不熟悉了 对吧 掌握的熟不熟悉 有没有全面的去学习啊 对吧 而你只要对这一张 有够关注 一样拿到这2.5分 实际上是很简单的 就怕你说20年你都没考 你是不是就不用考了 不是的 对吧 对于这些小税种来说 我要全面考察 但没有办法完全做到覆盖 对吧 那么再比如说 到了21年的时候 有一个小税种 比如说传博敦税就没有考 对吧 传博敦税没有考 但你要知道在20年的时候 人家是有考察的 对吧 是有考察的 到了21年 那么这个小税种 就是我们讲的那个过路费 它就没有考 对吧 这是一个基本的情况 当然还有一些 比如说什么 成建基附加 他可能没有直接考察 但他放在哪里呢 放在增值税里边去考 为什么你算完增值税之后 他不是抱大腿吃软饭的吗 顺便算一下 成建基附加就可以了 对吧 那么就没有对他进行直接考察 但是会体现在这里边 比如说契税 对吧 契税在20年的时候 我们考过一道 对吧 到21年的时候 是放在企业所的税的考察里边 顺便考察了一下 他是这么考的 但是前面我讲了 契税法刚刚实施 21年刚刚实施 有一些新的变化 包括优惠 一些制度 对吧 那么22年就很有可能 把七税做一个什么 考察的重点 单独拿出来考察一下 所以大家要特别关注一下 对吧 这就是所谓的逢新必考的 逢新常考 因为他有考察的必要 而去年确确实实 又没有在这个地方重点考察 那么就要特别关心一下他 好 这是我们看到 从20年到21年的一个 这个比较 看到的一个考试的整体情况 那么基于这个表格 我们跟大家做一个梳理 总结 就税法考试的一个特点是什么呢 第一 内容广 内容非常广 14章节的内容 18个税种 包括程序法 对吧 内容非常广 然后政策非常多 对吧 你看看你们那个税法的教材 600多页 政策非常多 而且变化很快 对吧 每年为了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 都会出一些新的政策 而上一年出的新的政策 往往就会成为下一年考试的一个重点 对吧 然后最后有点税 对吧 税法有点税 很多人都说这叫税法 对吧 为什么呢 因为你没有一个 我们后面会聊到的母法 没有一个税法通责的母法 对吧 来统领全局 规定好所有的事项 税制要素啊之类的 你就按照这个东西 一个一个去填坑就可以了 没有这个东西 我们都是单行税法 对吧 18个实体税种的法 然后加上程序管理的法 对不对 所以就导致他有点税 但税本身不是问题 我一直强调 有趣才是重点 就你要能够在这种税的税法里边 看到他有意思的地方 你愿意去学习去了解 然后在生活中去运用他 不就可以了吗 对不对 所以这是我们看到的 税法的一个基本特点啊 第二点 重点非常突出啊 前面我们跟大家讲 四大税种已经有60分以上了 对吧 然后国际税收加上税收征管 加上土增 这几个常考察的 有15分左右到20分左右啊 89分对吧 一个然后再加上56分 一个加起来15到20分 所以大家看到这块 已经有个80来分了 对吧 80来分了 剩下的那一堆小的 也就是20分的比重 所以重点是非常非常突出的啊 接下来第三个 题型稳定 题量微调 对吧 题型很稳定 还是单选多选 计算问答 加上综合题 对吧 题量上的微调 那么从44道题上升到48道题 就是因为你客观题增加了 对吧 你的单选增加了两道 多选增加了两道 但是呢 这样一个增加 对你的考试本身是有好处的 因为它的分值客观题 从45上升到50 主观题从55压缩到50 55压缩到50 那么对一个新手来说 对那些综合运用能力不是很强 但是有自己的强大的记忆能力 理解学习还不错 对吧 那你这种情况下 分值就更容易拿得高一点 对不对 对半开 半壁江山 计算问答题从24分变成了20分 综合题从31分变成了30分 那么由于客观题侧重概念 主观题侧重计算问答 对吧 这就我们前面论证的这个逻辑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对于我们这些新手一定要好好把握 你的客观题 拿到该拿到的分数 然后我们看到两道综合题属于企业所得税和政治税 这是铁打不动的 没有其他的税统有资格去考综合题 对吧 1到16分 1到14分 四道计算问答题比较明确的 丁字户 个税是丁字户 消费税是丁字户 国际税收算是个丁字户 这三个丁字户 然后可能在土增或者税收征管里边去考另外一个 四道计算问答的另外一个 这是一个基本的情况 好 这是提醒稳定 提量为调 很清晰 对吧 好 接下来第四个 整体难度呢 适中 整体难度适中 就在整个CP税法的这个科目里边 税法不算难 对吧 你有财管的计算难吗 对吧 你有会计的难吗 不算难 他处于一个居中的位置 那么税种的具体的难度呢 每个人理解有不一样 我们常规的来说 一般理解 企业所得税可能难一些 然后增值税其次 那接下来国际税收 因为离得你比较远 然后土地增值税 对吧 然后再接下来个税 消费税 说白了 四大税种都在里头 难的主要还是我们考察最多的 企业所得税增值税 所以重点突出 难点也很突出 但还好 有一些难点考察不是很多的 我们就可以在策略战略性的怎么样 去放弃 因为你的目标是要通过考试 对不对 每个人一定要对自己 有清晰的把握 扬长臂端 好 这是我们看到 税法考试的一个基本的特点 那么 关于税法考试的这个特点 在学习的时候 大家就要有针对性 基于你这个特点 我要有针对性的学习 我给大家分了四类 就是对每个章节的这种要求 不太一样 比如说注重理解和记忆的 你像第一章税法总论 第十三章税收征管 第十四章税务行政法制 这个就是理解它背后的精神 然后在这个基础上记一下 对需要记的那些内容记一下 所以我们的要求背它 但不需要全篇的背 理解是基础 而这些内容 占的分值大概在十分左右 十分左右 背得好的话 这十分是完全可以拿到的 那么熟练掌握的要用它 对吧 要用它 你比如说第六档 六到十一章的这十四个小税种 这里边大概会有多少呢 会有二十分左右的分值 你要结合自己的现实生活 一定要融入自己 把自己带进去 你去用它 你就能熟练掌握 第三个重点突破的 你要算它 容易出现在哪里呢 计算问哪里边的 比如说消费税 个人所得税 国际税收 出现在计算问哪里边的 这块加起来有小三十分左右吧 对吧 这个比重 你要去算 然后最后一个综合运用的 你要玩它 对吧 熟练掌握之后 你要玩它 有这样的心态 对吧 老子要玩你了 增值税 企业所得税拿过来玩一下 不就是算一下 英大税所的额吗 然后乘上税率 就得到结论了呀 对吧 就是这个东西啊 熟练掌握之后 我要玩它 他们的分值多少 四十分出头 对吧 这是我们整体的一个情况 那么你要在整个的 税法考试里面通过的话 回顾一下我们前面 跟大家讲的题型 结合一下我们这个地方 能够拿到的分值 比如说二十六到的 这个二十六分的客观题里面 单选题对吧 你拿个二十分可以吧 对吧 二十分 没问题吧 然后我们前面看到 我们的这个多选题 对吧 多选题里边 难度可能高一点 二十六分的单选题 你拿到二十分 没问题 然后二十四分的这个 多选题 你拿一半行不行 对吧 我们就拿一半 比如说十二分啊 然后接下来 有二十分的计算问答题 百分之七十拿到手 十四分 对吧 然后接下来 剩下三十分的什么 综合运用的 对吧 你拿个一半行不行 对吧 你不指望能全拿到 全拿到太难了 对吧 你说企业所得税 你说增值税 我要把这三十分全都拿到 不要跟自己过不去 你这属于侮辱人家出题的 对吧 不指望这个事 你就拿个一半吧 这样算下来多少了 啊 三十二分 四十六分 加上十五分六十一分 六十一分什么概念 啊 六十一分四捨五入 就是一百啊 对吧 多一分浪费嘛 对吧 这一分多出来 不怕你骄傲 啊 这就及格了嘛 对不对 你是以通过为目的的话 就可以了 所以这是我们看到 我们对整个考试的一个理解 大家要拿到一个 六十分通过性的分数 难度并不大 啊 只要好好学习就可以了 好吧 好 这是关于税法考试的一个分析 那么接下来最后一点 关于学习备考的一个建议 我们对大家有什么的建议呢 我想提三点啊 第一点 就是我都知道你们来听这个课 其实说到底目的性非常强 都是考试导向 这是肯定的 我们认可大家这一点 你是为了考试来的 你就会有地方失 你就会突出重点 对吧 这是好事情啊 所以就为了你的考试能通过 拿到那个六十分 就像我刚才讲的 你可以自己有规划 但是我希望大家在考试导向之外啊 能够兼顾一下知识的学习 就能够享受到学习知识的那种快乐 我掌握了一个知识点 比如说年终奖的计税 我能够将来帮自己去省税 或者帮我的老板 帮我的亲朋好友去省税 我能够感受到这种快乐 这个很重要 对吧 所以考试说到底 它只是一个目的 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希望大家能够以学习知识 然后顺便通过考试 可能就能提升你一个境界 然后让你来降维打击 在快乐中 学习知识的快乐中 畅游在知识的海洋里边 不要淹死 对吧 然后顺便把考试给过了 对吧 成功上岸 好吧 这是我们对大家的一种期待 你会有强烈的考试导向 但我希望大家能够 本着学习知识的目标 去准备考试 希望能够掌握知识点 并且在掌握知识点的过程中 感受到快乐 第二点就是做好规划 严格执行 现在已经三月 接近中旬了 三月上旬 那么八月份你要考试 留给大家的时间 已经不多了 比留给中国足球的时间 可能也充裕不了多少 对吧 所以这个过程中 一定要有充分的规划 而且做好规划之后 严格执行 比如说常规的规划 我们的建议啊 三到六月上旬 是你夯实基础的这个过程 从现在开始 看书 看我们的视频 跟着老师学习 打好基础 三到六月上旬 要干完这个事 对吧 然后干完之后 到六月份中旬 到七月份 我们要做的是强化提升 大量的训练 做真题 然后模拟去训练 对吧 然后八月份 全力冲刺 对吧 全力冲刺 然后成功上岸 轻松过关 对吧 这是我们看到的一个 基本的这个时间规划 如果你有自己的规划 做好了之后 一定要严格执行 与此同时呢 在做好规划 严格执行过程中 需要提示的一点是什么呢 一定要突出重点 我们前面反复跟大家讲 税法考试有非常明确的重点 为了通过考试 你在分值的规划上 也会有重点 那么在学习的时候 对标于你的分值规划 我希望大家能做到 突出重点之后 抓大放小 什么意思呢 就你会发现 遇到某些章节 特别难的内容 过不去的话 我们的建议是什么呢 先把它放掉 继续往下走 按照你既定的进度往下走 也许你询完后面的章节 回过头来 打通了你的人独二脉 对吧 然后突然之间 灵光闪现 你就懂了 有这个可能性 所以建议大家 要抓大 放掉那些小而难的东西 小而简单的东西 不要放 对吧 它难 但是它很小 考察的也不是什么侧重点 一个孤立的知识点 放掉就放掉 对吧 考试里边 无非就一两分嘛 不需要去跟人家争 那个一成一吃的得失 你要的是整片森林 是全局啊 我就要60分啊 61分对吧 45入100啊 不就完了吗 对吧 小而难的那些东西 该放就放放 往前走 按照既定的进度 去完成自己的计划 这个地方一定要提醒大家 因为确实有一些地方 每个人的基础不一样 可能理解起来有难度 你的工作经历啊 你的知识结构 让你对某些方面 可能理解上有难度 只要它是小而难的 你就可以暂时放掉 那有人说 那高老师 我觉得增值税法好难啊 增值税这一张放掉好不好 然后企业所得税也好难啊 我也把它放掉 那这两张放掉的话 你就可以把税法放掉了 对吧 我们说的是抓大放小难 不是大 把它放掉 对吧 还是要啃一下增值税 企业所得税 但啃完了之后 真正考试的时候 那30分不需要你全部拿到 不需要的 对吧 你能够拿到综合体里边 一半以上也差不多了嘛 对吧 因为人家本来就没打算 让你全拿 全拿属于对人家职业的侮辱 对吧 你是在侮辱人家的 这个出题能力 对吧 伤害性不强 伤害性不大 侮辱性极强了 对吧 所以留有余地啊 对吧 30分拿个20分 拿个15分差不多了 对吧 过得去就行啊 这是我们讲的关于第二点 做好规划严格执行 第三点 我的个人经验分享给大家 我们说要讲课式的学习 什么意思啊 就你听完了我们的课 或者看完了我们的教材之后 如何判断你有没有熟练的掌握 能够真正的吃透它的内容 非常简单的一个方法 你能不能把它讲出来 在学的过程中 就要建立这样的意识 你带着讲课的意识 就是今天老子学的这个知识点 我要把它讲出来 我要讲给别人听 而且让人家听明白 让人家能够学到位 在轻松愉快之间 非常轻松的就把它学会 对吧 你拿着这个要求 去要求自己的学习 你会发现你的学习效率 就不一样了 它不是一个 昏昏噩噩的往前推进的过程 而是带着非常强烈的目的性 我要把这个东西 自己吃透之后 还要消化 消化完了之后 用我自己的语言 给别人讲清楚 那才是属于你的知识点了 这就我讲的 你兼顾知识 你感受到快乐 然后顺便就把考试给过了 对不对 所以讲课式的学习 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 分享给各位 与此同时呢 在你做题的时候 希望大家建立考试型练习的一个意识 这很多同学在平常练习的时候 无所谓 对吧 随便做做嘛 没有那种紧张的气氛 你是营造不出考试的感觉的 希望大家在平常练习的时候 做模拟的时候 就要有考试的感觉 用考试型去对待你的练习题 对吧 认真的去做 找到感觉 这样的话 你走上考场的时候 你会觉得很习惯嘛 对吧 之前我就是用这种状态来应对的 对吧 你在自己习惯的舒适的状态里边去考试 对吧 你就很容易去拿到高分 对吧 顺利的通过 好吧 好 这是关于学习备考 建议给大家提三个方面啊 当然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跟着格老师的课 跟着我们的课程 冬奥的CPA说法基础班的课程 好好学习 对吧 一个阶段 一步一步的走下去 好 那么关于前沿的部分 跟大家交流到这个地方 谢谢各位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